Hello,我是Welkom不断,但坚持不通的农青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黄敬兴导演的《红灯亭,绿灯行》 讲述1996年五名身份各异的社会人学车的悲喜往事 小小的公安驾校五脏俱全 宛如一个微型社会,见为之主 折射出90年代中期中国百姓形形色色的面貌与迥异的三观 驾校学的不仅是各种交通规则 更是那些人情社会的大法则 彼时开车还是稀罕技能 只能报班参加半军事化的公安培训 在人均月薪300的情况下 一个人学费要2400,还得送烟酒 所以选择来这儿学车的不是有钱人 就是想变得有钱的穷人 老狗是革命家庭出身 新潮时报的记者,学车是为了工作方便 绿豆是个体户,做家具 妈妈希望她当司机,借钱逼着来学车 成分原本是纺织厂的女工 工厂倒闭,想着学车出来开出租 老差是爆发户,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买下豪车想自己过手印 但不管他们有什么背景本事脾气 在教练面前都得乖乖听话 在我这儿你可别乍刺 你在其他的车练双份 在我这儿没门 你再有钱,再是大款 也是我的徒弟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教学第一天 教练便给众学员一个下马威 让他们去买烟买茶 老狗在公家单位混迹多年 典型的人金,自然懂驾校的规则 穿夺众人各出50块钱 买好茶好烟 剩下的钱全部交给教练 这是规矩 你可以不遵循 大不了考试挂掉 再掏钱去重学 把教练伺候好了比练好车更重要 学的不是车,是人情是过 这种潜规则学员之间也有 比如熄火后下一位要给上一位摇车 老差笨得要死,车没走两步就熄火 成分累的直接选择罢工 绿豆嗅到了商机 说我给你摇车 但不能白摇,一次十块钱 老差不差这几个钱 当机同意 直接甩给他200块钱雇佣费 成分和老狗在旁边全能看笑话 有人当冤大头 谁还不乐意 而绿豆也阔绰 用赚来的钱请大家吃饭 下馆子好好搓了一顿 老狗有摩托车 其实在市里办事 骑摩托车办事更方便些 之所以学车有很大的原因是 觉得自己能找到关系把发票报销 为此他特意给领导的孩子拍照 送照片的时候顺势提了出来 但领导不知这套 私人学车单位报销 这是薅社会主义羊毛 不过看在两人多年的勤奋上 自己在考勤上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既然单位报不了 那就找私起报 老狗刚好认识一个老板好说话 于是休息时间给对方的饼干厂 拍宣传照 并在报纸上做宣传 老板很开心说包在我身上 老狗发票报销的事也便有了着落 这是他的生存之道 以供谋私 吃拿卡药 逮着耗子钻出屎 但也有失误的时候 宣传照刊登后 老板却说发票报销不了 教练之前在部队是汽车兵 会伍后参加工作 刚开始还刚正不阿 但时间长了也被坏环境服饰 学会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福利 比如学员孝敬的红打山 哪还舍得抽 都是低价卖给小卖破 但这种好烟村子里的人抽不起 于是他让他们送等价的哈德门 这种做法在驾校大行其道 相比之下让学员洗车都是小事情 不过因为有老差这种爆发户的存在 他们这组还真没洗过车 一通电话便叫来公司的员工 让他们专门来一趟给教练洗车 毕竟时代变了 如今大家看钱说话 有钱就是能为所欲为 组里有这么一位有钱的大款 教练载起来自然也不能手软 这一天练完车 他带他们来到合作的饭店 并点名让老差来请客 老差不在乎这几百块钱 点了几个招牌菜 又开了一箱啤酒 学员们猜到教练跟老板娘有一腿 纷纷起哄让他俩喝交白酒 老狗是真的狗 偷摸着拍下照片 老差则喝大了开始吹牛逼 老板娘心也是够黑的 一顿饭要了三百五 教练则拿一百回扣 而且回去的时候 还从饭店拿了三框桃子 让学员们搬到车上 又拉到即使狠赚一笔 他们心里虽有不满 却也只能妥协 毕竟在人家手底下学车 让干嘛干嘛就行 总得把这儿先拿下来 但学费加上上贡的钱 无疑让本就经济有点拮据的绿豆 捉襟见肘 他只好干起老本行 深更半夜趁没人的时候 偷井盖卖到废品站 绿豆穷到也不是因为好吃懒做 是家里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 不过最近几天 社区气功俱乐部的几位大师 大发慈悲来发工就职 绿豆一开始不信这些个邪门崴倒 但几天后老妈确实能动了 可教练的心一点没软 往后几天接着宰他们 把老狗给惹毛了 回去路上几人不愿与教练通行 纷纷坐到老差的车上吹空调 老差见成分很喜欢自己的狗 便临时起义送给他拿回去养着 当初买的只有七八千 现在市场价跌下来 但也值个两三千 成分原本不想要 但在其他人的窜逻下 只能勉为其难接下 但这条狗的嘴已经被养掉 只吃火腿肠喝牛奶 比人吃的还好 众人一合计 反正老差不要了 不如高价网出卖 狠狠赚他一笔 于是下午几个人来狗市 很快便找到一时货的买主 并讨价还价 老狗毕竟是记者 嘴皮的利索 硬生生把狗的价格抬到两千八 但即将成交时 成分去说不卖了 气得众人离开 杨烟不再帮忙 成分这么做 鼠是有点小人之心 毕竟大家只是看他可怜帮忙 之前每次吃饭 凑钱会照顾他 让他只出一半 其他人多凑一点 不过这点小心思 人今老狗怎会看不出 看他可怜 看破不说破 毕竟一个女人家 独自带孩子不容易 有小心思是很正常的事 而且这事很快 被另一件事盖过去 驾校校长下班回家出意外 不知道是哪个孙子 把井盖偷了 他没看到 框击一下掉了进去 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胳膊骨折 一众学员自然要去看望 但绿豆心虚的要死 因为教练家门前的 那个井盖就是他偷走的 身为记者 老狗敏锐地发现这个新闻点 决定做一篇深度报道 并发现井盖买卖 已经成为一条产业链 市政部门也从废品站买 因为从废品站买更便宜 重新制作成本更高 这只是无奈之举 当然市政也可以对废品站处罚 但这反而会加剧偷井盖的问题 按理说绿豆干的这种烂事 理应遭报应 老天爷确对得很好 在几位气功大师的 连续几天发工治疗下 老妈竟然能下床了 他本来就不相信这些个邪门歪道 但还是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更神奇的是 这天下午绿豆竟然鬼使神差地 救下一车的学院 原来练半波起步的时候 成分没踩出刹车 车差点掉进沟里 还好绿豆在树荫下乘凉 旁边又有块石头 顺手扔到了轮底 如果没有他这一下 一车的人都得玩完 沟里的小孩也得死 这已经属于重大教学事故 汇报挨处分 不汇报则丢掉工作 毕竟高里的小孩看到了 一定会回家跟爸妈说 这一事瞒不住 教练当即决定上报校长 但老狗主动站出来 帮成分打圆场 事情已经发生了 不如把大家的视线 从事故转移到好人好事 毕竟绿豆舍己救人是真的 拍几张照片写文章 鼓动一下就行 照片洗出来文章写好后 给领导看 自然是得到极高的评价 领导觉得上次报道 井盖丢失 因案面太多 不够积极正面 这一次的好人好事 都有正能量 新闻报道需要 多些这样的稿件 为此领导直接将这 安排到头版头条 立刻便引起舆论狂潮 市里面极为重视 竟然开了个表彰大会 将绿豆奉为英雄 他在上面胡侃特侃 豆的下面的群众 哈哈大笑 领导脸都绿了 不过还算圆满 大家的视线 转移到英雄事迹 驾校并没有问责 和晚上吃饭的时候 教练面色阴沉 因为老婆收到了张照片 这张照片可把他害惨了 差点被赶出家门 老婆在家大闹 甚至跑到驾校 找校长主持公道 教练被劈头盖脸骂一顿 是不是你 师父 跟你说 这是 师父怎么样 怎么样 眼见事情闹大 始作俑者老狗站出来道歉 说只是个玩笑 为表歉意 他倒了满满一杯白酒 一口闷 倒还真是个爷们 老狗一开始 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 就是想教训一下他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 男女关系混乱 已经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了 他跟女朋友 虽然没有登记结婚 却早就同居 也没有人说什么 毕竟人们的观念 已经很开放了 乡下的土包子 才会那么迂腐 不过再开放 该查的也得查 这天晚上老差便被保安给靠了 老狗原本不想管 但想到发票没出报销 便去宾馆帮他结尾 而且特意没拿工作证 只拿发票证明身份 意思已经够明显 老差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跟包养的情人开房被当成了嫖娼 保安健老狗是记者 也便不再多纠缠 签了个字便放他们走人 老差自然非常满意 也看出他的心思 讥讽所谓书生也不过如此 老狗反倒来了脾气 觉得受到侮辱 当着他的面将发票磁碎 他是有自己的小心思 但关键时刻 自己的尊严不能被侵犯 而几天后毕业考试 在教练的帮助下 几人纷纷通过了考试 老差高兴 请大伙去市里最好的饭店吃海鲜自助 喝顶级羊酒 老狗反而也跟着去了 只要不涉及到尊严 有便宜就得站一站 举个不同身份 不同阶层的人 就这样出现在一家高档餐厅里面 不是因为实现共产 而是因为市场经济中 牟利的富人大发慈悲 这里其实设计的非常刻意 尤其是老差这个形象太脸谱化 但仔细想想 在那个大突变的时代 还有什么是不能发生的呢 而且剧作也确实需要一定的设计 才能让这些人在同一框里 这是黄金星导演的特点 只要人物足够真实 可以忽略瑕疵 当然绿豆吸毒被众人解救 我觉得实在太扯 就没忘记写 关于家教校长 其实还有一段小故事 可以单拿出来讲一讲 他爹和娘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所以对日本有着强烈的民族恨 但儿子偏偏要去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留学 天天在家学习日语 甚至已经通过考试 拿到录取通知书和签证 校长也只能妥协 虽然儿子一直说 不会忘记民族仇恨 学到技术就会回来报销祖国 但他过不了自己心理内观 独自出去喝大酒 结果摔断了胳膊 而当日本交流团来家校参观时 校长不顾劝阻 将一腔怒火倾斜 当着设计领导的面 在讲话时对日本人嘲讽 说他们是战败国 校长倒是说爽了 市级领导脸都绿了 还好日本人听不懂 翻译小哥全程力望狂澜 没按原文翻译 只是说中日友好 这把校长气得够呛 回家便拿起儿子的日语书 苦学日语 不过今次一遭他也明白 想要打败日本 还真就得失忆长接 儿子健找到了突破口 吃饭的时候 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红灯亭绿灯行 是黄金星导演 都市三部曲的最后一波 也是制作水平和评价 相对较低的一波 学界讨论甚少 远没有站直落别趴下 背靠背脸对脸的影响大 很大的原因是 笔是以金钱为第一位的 价值观已成主流 各阶层从一开始的对立 逐步在利益的诱惑下走向统一 站直落别趴下中的知识分子 困境仍在 却并不严重 身为知识分子的老狗 与个体爆发户老差 其实没什么差别 不过是前者以权谋私 后者以权谋私 说到底都是为了那点私事 甚至可以说 狗记者是妥协的高作家 老差是报复的张勇武 从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后期 他们实现了新的蜕变 之间的对立没之前那么强烈 因为大家都接受了新的社会规则 不过正如黄金星导演 在站直落别趴下结尾所预示的 市场经济下的中国 或许会走得坎坷 但前景终究是光明的 所以在红腾亭绿灯行中 他对角色的同情要远大于批判 甚至将重心从知识分子的心路意诚 转移到了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 更多是都市日常生活中 质朴所随庸常的现实体悟与人性关怀 所以他拍的要比前两部更碎 个人物占比也更加平均 甚至你找不到明确的主题表达 明显就是学车中的琐碎日常 不过有趣的是 即使时隔30年 驾校里的潜规则到现在仍然适用 最起码我学车的时候 给教练买烟倒茶洗车 都是必须做的事 不过请客吃饭并没有言要求 分人 有的教练可能会暗示你 你能说这是一种顽固的陋习 但它也是中国人情世故的体现 这甚至是一种文化现象 歌就在人身上表现于日常琐碎中 黄建新比其他第五代导演厉害之处 就在于他能精准地表现日常 所以他电影里的每个人物 你都能在现实里找到对应的人 我这里截起一段黄建新导演的专访 看看他对自己创作的解释 我大概比较习惯 从人的生活环境 和人的社会环境的矛盾中出发 这样选择的题材是非常熟悉的 司空见惯的 没有大喜大悲的情况 我只是在平和之中 找到人们身上那种 社会赋予它的各种行为动因 由此来发现一些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但评判的权利交给观众 我想做的事情就是 把电影拍的人们很爱看 同时还有艺术品味 毕竟电影不是纯文化现象 想让更多人看 就必须增加可看性 所以我不做解释 就把生活摆在那儿 让观众自己看并解析 所以我的电影里没有纯粹的人 因为人本质上并不只有纯洁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 但有动物本性 只是会被理智管控 理智虽然会改变它 但经常会有不理智的地方 所以人复杂 这是幽默的来源 所以我拍片的时候 从来不考虑怎么制造幽默 你把几个活生生的人 塑造出来放到一起 幽默自然便产生了 压人还是压阳 压阳 我减速 压阳的 好了 我是阿根不断 但坚持不通的东西 接下来会有更加精彩的内容 不想错过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第一时间获取更新 最后点赞评论转发来一波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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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散 不散